上一次不是有说到Spot 20有多变态 它卖爆了 上上次也有提到PoWa 6 Pro更变态 它也卖爆了 每一次都有人说这个品牌不行啦 很卡很lag的 狗都不用它 所有的model都卖爆了 那到底为什么那么好卖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评测的model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硬件堆的高 外型嘎嘣脆 重点是UI很smooth很好用 该有的它有 不该有的它也有 对比某某brand来说它又没有什么bar so为了延续性价比不被击败 诶 七 啊 再度推出不用七百块 拥有超强持久力 仰男保单性6号 TechnoPoWa 6 Nior 外型采用一贯的电竞风 光刻稳满整个机身 超霸气的外表 还做了双曲面工艺 手感秒提升 如此机械风 杀死了多少少年星 由于主打的就是电竞风 屏幕当然要来点大的 6.78寸高刷配置 还给你双扬声器 哪来看戏肯定没问题 游戏还能辨别左右声 哪来出用更加没问题 尤其是给老人家用更适合 你要字幕有多大 它就有几大 不过就是怕你买这个 给老人家的时候 它会显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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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这块 手机给我啊 哇 好人笑啊 你知道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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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不是说到它的UI很好哟 真的是很不错的 服装随便开 双开 散开 都没问题 我再给你多一个场景 比如你在看戏 你又要打开计算机 你可以实现一边看戏 一边算钱 再给你多一个场景 你在打游戏 你又卡住卡关过不了 你可以打开游览器 一边看攻略 一边打游戏 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它的HIGH BOOST 它会有一个游戏引擎 一键打开 G99处理器 直接变成Ultimate 本来这个处理器就叫G99 Ultimate 它还有一键打开 误饶模式 进入沉浸体验 对于5V5的游戏 比如王者Mobilization类似 再加上系统BUFF的加持下 帧率平稳 跟手性标准 延迟率感受不到 游戏体验嘎嘎香 它还用了 X轴线性马达 震动反馈 清脆有力 你跟我说它是入门款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那么问题来了 G99可以用吗 用多久 好用吗 以前的UI来说 我是不敢讲好不好用啦 不过现在它的UI 该简化的简化了 杀后台的杀后台 还有RED EXPANDER 最高可以提升8GB 诶 你看 42万分诶 可以说是同级中的MVP 它也是同级中 因为它配备了7000毫安大电池 普通拿来玩王者类似的游戏 它可以持续8小时半不断机 原神都能坚持6个小时 看戏都能持续10几个钟 最佳持久之王非它莫属 这种时候一定会有人问 它的电池那么大 那么充电一定是很久的 诶 你的逻辑一点都没毛病 的确充的比较久 不过它提升了充电功率 33瓦快充 两小时内就能满血复活 诶 那么它是不是5G哦 不是5G的话我必要的哦 它699块而已才 你还要它给你5G 这样你是不是很不香化 重点是它还给你双卡双带 还能插SD卡咧 你还嫌弃 我真的是不会咬咯 那么在拍照 OK嘛 首先我先说它的规格 它是支持了50MP主摄镜头 支持两倍焦段 在它的焦段范围拍摄 它可以拍出拥有光学虚化的效果 在细节方面 普普通通 当然 你要更高清的话 你开启它50MP 超高清模式 拍摄出来的画面 你一放大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细节 在它的自拍镜头 还支持广角效果 拍出来的轮廓 拉得更长更细 看去更好看 再加上它原本的 Filter演算 偏于冷色调 不用编辑的情况下 拍出来就很好看了 在拍视频方面如何呢 它是支持最高 2K 30Fram 不讲究的说 它的拍视频算是比较普通的啦 不过好在 它可以插入3.5mm耳机孔 你是可以边充电边戴耳机 那么在大马 它有什么配置啊 只有一个配置 8加256 大马落地价为 699块钱 这样的一台手机 如果你还可以挑出骨头的话 那我真的是不会咬啦 就这样子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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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